Lun Sang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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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妹妹只要跟人獨處就中邪 她很認證 她也有張認證 我五個好一起出國 然後那兩個兩個一結 Y女只要跟B 單獨在房間的時候 B就很害怕 就不敢跟她住 對 就變成 因為他們只要出國 他就是會一個人獨享房間 因為他們感激他睡了 中嫌那個超風 是我話又幫他屈膜 妳中嫌哪裡 我幫妳吃啊 對 這就是啊 這是選招 他們倆好適合一間 對 被人心選為最喜歡的妹妹 遭到其他妹妹嫉妒怒嗎 有一次要在節目上面 選出一個心目中最喜歡的妹妹 郭品川就選了我 後來我都要學習室 妹妹們就接著連串上來 就聽到人家就說 為什麼她會選檸檬啊 妳郭品川就在後面罵妳啊 我就不敢出來 一個人躲在更衣室裡面 後來我就看到那個郭品川 就可能一邊走一邊上 跟那個妹妹講說 妳不要難過 其實我… 那個人就很厲害了 妹妹們下課囉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大跟班 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妹妹回來了 歡迎 來 節目播了5年吧 2005年到2009嘛 這差不多5年了 5年喔 對 節目停了以後有什麼變化 開節目以後最大的變化 就是終於懂得要怎麼化妝了 是嗎 因為剛剛出來大家都自己化了 對 而且以前在 我這張還算是 這應該是剛進去的時候 妳怎麼願意他們貼這一張照片 我也覺得那是在整我 不想要用這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看起來臉很臭 這個應該是我剛進去 沒多久的時候吧 因為我記得到後面有一陣子 妹妹的妝都超可怕 真的嗎 我們每個妹妹的妝的睫毛 都是兩層起跳 就每個人的眼睛都是中到不行 很像姨婆 因為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要怎麼化 對 能夠中多少就中多少對不對 對 把它恐到很誇張就對了 而且覺得很划算 因為那時候沒有買化妝 每次都覺得化越多越好 然後那個睫毛也是 拜託姊姊黏厚一點 因為回去還可以 對 還可以撕下來 然後如果假日跟男朋友約會 還可以再黏回去 還在回收啊 真的 要省錢 睫毛很貴耶 然後那時候也是腮紅能躲紅就躲紅 對 然後兩顆紅紅的 很像要那個拿去燒那樣子 就小朋友化妝嘛 小朋友化妝不知道怎麼 隨便能多往臉上痛痛弄的 可是他們那個時候 雖然那樣化 就我們這些觀眾看來 我們還要效仿他們咧 還要拿來學 拿來想 覺得那是一種流行就對了 對啊 而且以前也是很喜歡 夾很多玉米鬚 然後夾得超膨的 明明頭就這樣 然後我們都可以把它膨到這麼膨 對 那時候流行 還有蟑螂虛在這邊 對 要流兩個虛虛 厲害 但丫頭咧 丫頭 我現在就是比較以副業為主 是… 重副業 對 但是這幾年就最大的變化 應該就是變胖了 妳沒有 妳那時候比較胖 沒有 我跟你講多誇張 丫頭是現在比較胖 妹妹的制服喔 以前我都是穿最小S號 S號都嫌大喔 你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 怎麼樣 我一來 因為我跟他們說 我現在可能要穿M號 結果我一來 怎麼可能 妳很瘦 我現在身上的是2XL 看起來小小的 有一點BabyZen 對 然後那時候是身體真的沒露 都是骨頭 妳今天是穿L號嗎 2L 2XL 怎麼可能 不可能吧 不要…這就不是看這個 沒有 這個要看醫生報告的 是不是有反應 你知道我多難受到嗎 妳出來2XL 妳沒有肉啊 沒有 因為我就是胖在肚子 就是這幾年有開酒吧 你知道就一直喝酒 丫頭真的以前算是反省 我們以前每一次團體 我們9個人如果要挑衣服 我們兩個都是挑剩的 就是最後大家不要穿的 最小的那個都是我們兩個穿 就這個改變 其實她現在是比以前重了10公斤 10公斤 Oh my goodness 看不出來啦 我現在也沒腰啦 我現在是直筒 我知道妳是四肢瘦的那一種 對 OK… 感情順利就會所謂的幸福胖 不小心的才快樂 李雨昕妳以前的綽號叫做 叫小伯伯 對 以前叫小伯伯 三年 三年 然後之後 因為我是在南部讀書 然後就結束之後就在南部打工 之後又就是中間做了很多工作 有自己就是做美容的飄眉 然後也有就是賣東西 是… 之後我現在又做了直播 這個都三年了 再來兩年 搶搶 然後我是比較後期的 對 妳真的是 應該是最裡面最後期的人吧 所以我都做的是YouTuber之類的東西 拍影片讓大家知道我的生活 環遊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滿符合她的性格有沒有看到 幼兒是檸檬 檸檬 班底兩年 對 我那時候中途就離開了 就是兩年之後我媽就生病 我媽癌症 就是媽媽是經濟支柱 媽媽是支柱 對 因為我們家做紅豆餅 然後媽媽生病我就決定要離開 然後去辦公辦讀這樣 然後一離開就十年了 後來妳的工作是什麼呢 紅豆餅 然後去做紅豆餅 紅豆餅是媽媽生病之後 接受 就是她要離開之前的半年 她才跟我說妳要不要學 但中間過程就是媽媽生病 然後她離開的過程 就是都是半工半讀 打工 就比如說飲料店 餐廳各方也這樣子 變成自己養自己了 對 然後媽媽離世了之前 她就是在病床上就跟我講說 她希望我可以去圓夢 就是 對 妳如果有什麼夢去圓夢 我現在在演戲了 就是現在有重回演藝圈 然後現在在拍八點檔 對啊 這樣就對了 還是回到 繞了一大圈還是回來了 好啊 再來小刀 不是 他 他是黑社會妹妹 只是名字一樣耶 黑小刀… 一年半… 對 一年半的時間 我後來離開之後就去念研究所 然後去當小學老師 小學老師 我去當小學美術老師 完全不一樣的工作耶 也做過冰藏業 什麼冰藏業 妳是白眼淡妳是 當然不是啦 冰藏業 妳怎麼會因緣際 會跑到冰藏業 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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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好奇 我就想說去做看看 然後剛好 因為他們冰藏業 有一個叫相宜的一個部分的工作 就領身 對 然後他就是門口會說 請問是親戚還是朋友 然後在裡面要這樣相鄉 這樣比手勢的 真的喔 這樣適合喔 我也覺得 這樣妳也做了一段時間 對 因為那時候也是因為 後來就是想說 因為現在當小學老師 很像在做服務業有點辛苦 對 把事把尿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很想去做展場 所以我就跑去做展場主持 跟插畫家 就是做藝術家 妳也有畫畫 對 可是這一些工作 剛開始是要很辛苦的 所以才也去做冰藏業來兼職 就是多賺一點錢 所以現在反而是插畫家 對 那畫的是菜頭的啊 不是 因為我之前有考上 金門的駐縣藝術家 然後在金門畫風師爺 對 還有他們傳統的古厝 有看到上面那個馬背 另外一張是我在高雄的一個 文化節 學眷村文化節的時候畫的牆壁彩繪 這算都是一個成績喔 對 因為本身就是學這個出來 還是會覺得不要放棄 就是走這條路 可以肩著坐… 還不錯… 再來是Angela Emma 原本叫Angela 對 本來是Angela 然後那時候離開黑社會的原因 是因為我爸爸擔心說 會不會一直走這條路 會不會變壞 待在台北變壞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就先離開 然後離開之後也做 就叫妳說不要跟強強在一起 沒有 沒有 就怕我說 就是會不務正業什麼的 怕我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希望我可以先回到自己 然後之後長大 自己再好好的選擇 對… 然後那時候離開 離開之後也是做很多工作 業務 然後又到公司裡面去上班 然後當麥當勞的大哥哥大姐姐 也帶動唱跳的 有一段時間就是交了一個 控制狂的男朋友 對 然後加上工作壓力很 把自己搞得壓力很大 然後就報肥10公斤之後 就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 就像丫頭這樣 報肥的腿跟我講 丫頭看起來不胖 丫頭看起來真的不胖 她變肉了看起來還有一點性感 因為身材太好了 身材傲人 非常好 藏起來… 然後現在就是有做DJ 然後跟專心的做身心靈的 追逐身心靈的夢想 然後去一些聖地旅遊 環遊世界這樣子 聖地旅遊 原來妳是Elma 我認識她 我認識她 但是我跟她沒有一起錄過而已 因為她爸爸說 不是啦 所以她很特別跟那個製作人說 要把你們兩個排開 我認識她 妳認識 而且她是DJ 然後她有在做身心靈的一些活動 我們剛剛都有聽到 我之前很想去參與 但是她們那些人把我踢出來 真的嗎 為什麼 她們覺得我太瘋了 妳為什麼要排吉他 沒有 我沒有排吉他 是 因為那個活動需要面試 然後我就說 長老 有什麼三個長老 還叫我找相思樹 氣死我了 什麼身心靈運動 什麼意思 然後就我們有一個身心靈的活動 就是你服用了一種藥物之後 就是一種草藥之後 你可以到其他宇宙的圍住去旅行 認識自己 我會認識自己 不是吧 那個會不會 Tikano就來了 你今天要推定了 怪怪的 去到宇宙 Emma 那個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怪怪的 其實在國外也很盛行 哪有 那什麼東西 裡面是什麼東西 會進入到冥想是吧 對 會進入冥想 那個東西就怪怪了 有一種叫做死藤睡的東西 對 死藤睡的東西 太瘋了 DJ還記得嗎 DJ還會…嗎 還可以 還可以… 現在是有在做DJ的 現在是DJ 現場就來一下囉 好不好 來…DJ秀來一下 來… Let's go DJ 我拿這麼厲害 Woo Let's go Chan Chan 我拿這麼厲害 Woo We're making it cause we're making it wrong The only thing we know how to do Stress the only thing we know how to do We work hard,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We work hard, play hard Keep party in the second job We work hard,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We work hard, play hard I get you 起棕 Pem- Por Come on I gotta play hard I get you Cat I get you'll hear about you I get you'll hear about you I get you'll hear about you Whooo Whoooo iji BREAK Woo Yeah Yeah 刮一下 刮一下 掌聲給大家鼓勵一下 好厲害喔 媽 好 來… 好的 我們在那麼 黑社會裡面那麼多年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心裡面想講 但當時有發生 但講不出來的話 今天就來爆料 來… 好的…第一條 爆料世界 第一條 更改走位不告知另一位妹妹 結果害自己被淘汰 妹妹想獨站房間盡莊光 強強化身道士想要浮魔 有妹妹只要跟人獨處 妳就中邪之後 有這樣的人啊 就是五個好一起出國 然後那兩個兩個一間 A女只要跟B單獨在房間的時候 她就會中邪 B就很害怕的去 不敢跟她住 對 所以就變得她們只要出國 她就是會一個人獨享房間 因為沒有人敢跟她睡 中邪那個超公司 我話說媽媽趕她驅魔 妳中邪哪裡我幫妳去啊 媽媽 這是選招耶 這兩個好適合一間喔 對 好的 好的 我們在那麼黑社會裡面 那麼多年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心裡面想講 但當時有發生 但又講不出來的話 今天就來爆料 來… 好的… 第一條… 爆料世界 第一條 更改者為不告知另一位妹妹 結果害自己被淘汰 害誰被淘汰 誰的故事…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妳誰叫Apple 對 我要講 有啦 對 應該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以前 妳都狀況外妳怎麼會有 不知道的 妳都知道那種DNP 我們不知道的 對啊 好 我要講 我們以前 那個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因為我們以前 妹妹淘汰賽的時候 常常有的時候 可能是自己一組 或者是妳會找妹妹們一組 兩個一組 然後那時候就有兩個妹妹 她們是一組的 然後她們原本都已經練好五步了 然後就在上場前 老師好像 因為我們會彩排嘛 然後她們就彩排完以後 老師上場前的時候跟她們講說 因為剛剛彩排發現好像 有點無聊 所以就叫她們有個地方 走位 要走位 就是兩個人要這樣交換位子一下 然後就跟了一個妹妹講 然後叫那個妹妹說 那妳要跟另一個妹妹說這樣 然後她們就說好 但因為是淘汰賽是比賽 結果正式開始的時候 就跳…跳到那個要走位的地方 只有有接收到那個指令的A 她就走位了 然後就走位的時候 那個B就傻眼了 她就想說 怎麼跳一跳 跟我們原本踩的時候不一樣 她們也忘了告知 對 然後那個 但是我們都覺得應該是 A妹妹故意不講的 對 然後那個B妹妹就傻眼 那妳是C 我不是 我是其他妹妹 她是D 這樣 妳跟她們不是同一組表演的 不是… 她們同組只是知道 因為她們在淘汰賽都非常認真 然後都 有時候練習時間都很短 不是… 可是壓力超大 A B一起表演 A沒有告訴B 導致於整個表演掛掉 兩個一起掛囉 沒有…她只同一淘汰一個 是這樣 對 我們不會說同組的一起淘汰 如果同組的 可是如果兩個落差很大 或是誰跳錯 有可能是只淘汰一個人的 對 然後那個 那時候一表演 然後那個B妹妹 她就一看 怎麼換位子了 然後她也緊張了 錯了 她後面五步全部都忘記 然後就跳得哩哩啦啦 結果後面大家就很緊張 想說完了… 那個B妹妹應該要被淘汰了 結果後面評審就講評 講完以後淘汰的是那個A妹妹 因為她沒有講 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這個事情吧 對 我知道 我好像有印象 而且最後那個A被淘汰後 因為她的家長也有來 然後那個家長還直接就衝進休息室 然後就問黑人哥說 為什麼她的我女兒 什麼的 好刺激 非常常說 很瘋耶 好瘋 那就這樣 很瘋耶 被妳說瘋真的瘋 那我是沒… 我們為什麼不站要不站 而且因為以前淘汰賽壓力很大 是真的都有很多家長都會到現場來看 對 因為他們整個氣氛都會弄得超凝重的 對 女兒在這裡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有心想說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自己易足 或像我跟我妹就是兩個人會易足 我們都不覺得 會有妹妹互相私底下這樣子 殘殺 對 後面就發現真的有耶 這個叫 也是競爭的對手 也是合作的關係 來 看第二條好不好 來 2 3 有妹妹只要跟人獨處就中邪 之後不認賬 有這樣的人啊 是誰要來不站 該不會是小刀吧 不是 不是喔 是誰… 就是那時候有一個妹妹 就是不是說一群 不是說五個好一起出國 然後那兩個…一間 然後反正那個A女子要跟B 單獨在房間的時候 她就會中邪 然後B就很害怕 B就會擋過來去 就不敢跟她住 對 然後就擋過去別的房間說 A好像中邪了 你們陪我去關心她 這些對話也是滿荒謬的 這個A好糟糕 一直吐吹 不是啦 不同人啦 不是同一個 不同人… B好了… B好了… B好 然後結果他們就一群人跑去房間 看關心B 但是一進房間 那個B就很正常喔 沒事喔 還說A妳怎麼跑掉了 只要有人再跟她住她又 對 所以就變成 就是他們只要出國 她就是會一個人獨享房間 因為沒有人敢跟她睡 所以她最後就是一個人 因為大家都怕跟她住會中邪 或是被複身 好想問 有…這個我也有聽過很扯 因為他們人這麼多 能夠 對 對 就像剛剛說的 就能夠出去的就是比較大的 那個詹子晴可以講出這個故事 一定知道Burr是誰 我知道啊 那是 我還是別說 不說…不好說 真的不好說 真的不好說 不好說 OK… 好 第三條來看看 再來 妹妹有偷東西的前科東西 不見第一個懷疑她 是有點比較…這滿嚴重的 那在那個團隊裡面誰… 就是基本上就是 那時候還滿常就是東西會不見的 東西不見 對 東西不見是滿常出現 有一次是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不以為意 結果人跟我講 但是有一次不見的是我 那時候 就是我跟這某位妹妹 就是單獨在休息室的時候 發生的 怎麼了 然後我的手機玩到一半 我放下來一轉身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我說 有看到我的手機嗎 就在妳的面前不見了 轉個身就只有不見了 對 然後就說 然後她就開始幫我找 我說誰啊… 誰偷搶她手機啊… 那時候我快瘋了 我敢偷妳的手機 那是不要命耶 然後樓下的人都在錄影 那時候是我們樓上收集室 樓下是錄攝影棚 我等下面攝影棚 從上來的時候 我再發狂一次給她們看 我說手機不見了 手機不見了 然後小妹妹開始 開始有些人開始 就開始跟我講說 他們知道是誰幹的 知道是誰幹的 然後就叫我冷靜一點 我說我沒有辦法冷靜 我實在沒有辦法冷靜 我就是我的手機 對 我真的不能冷靜 對啊 手機不見了耶 那手機還是那時候是剛買的 我還買了那種滑蓋的耶 小時候手機多真貴啊 開什麼玩笑啊 我發瘋了 瘋了 我知道瘋了 我把那個Jofie全部都叫來 我瘋了 在那邊亂叫 她說冷靜… 她們知道是誰幹的 就之後那個手機 突然之間 在攝影棚的一個角落裡找到 搞不好就是妳把它弄掉了 我那天… 那天我還沒下去錄影 那天我在… 是在 另外一個棚裡 她就在棚裡 她就像是攝影棚 我人在休息室 我根本沒到攝影棚過 就那天還沒有我的份 那天是我還剛到的第一場 我在那邊玩手機 跟那個妹妹 她出現了 但是兇手也沒出現 石沉的大海 對 但是我只是在好兇手 因為所有人都跟我說 不見得啊 所有人那孫子 其他妹妹上來跟我說 就是她… 妳自己小心一點之類的 然後後來可能有被懷疑到之類的 所以東西又出現在攝影棚裡面 然後被人家拿來撿回來 換給我 我才冷靜下來 她也是被妳嚇壞了 想說她那個程度 應該會翻包包 所以有沒有下來 比如說彩排或什麼 我們那時候沒有什麼彩排 那時候彩排 彩排通常都是淘汰賽 或有表演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 我不會跳舞 我也不會唱歌 我不用彩 就是她沒有要表演的意思 她就是班底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在那邊滑手機 就等下一場 妳覺得黑社會妹妹裡面 有沒有比較瘋狂的人 瘋狂的 我覺得那個仲邪的很瘋耶 那仲邪如果是我 沒有…我們是說 我覺得我還好 仲邪都來了 仲邪那個超瘋 那仲邪她就是為了她有目的 想要自己度 對啊 妳那時候也要跟她進去開始 來 妳仲邪哪裡 我幫妳驅啊 對 這是很難耶 這是險招耶 怎麼會拿這種藍用 他們倆好適合一間喔 很精采耶 都整個晚上都不用睡了 妳有鬼 我比鬼可怕 我幫妳驅掉 妳這樣用打的是不是 有一種驅魔方式 是用打的 用揍的 喝的水 吐的 滿臉都是 虛魔 OK…厲害… 來 下一條… 下一條 被男星選為最喜歡的妹妹 遭到其他妹妹嫉妒怒嗎 有一次要在節目上面 選出一個心目中 最喜歡的妹妹 郭平翔就選了我 後來我到休息室 妹妹們就接二連三上來 就聽到人家就說 為什麼她會選檸檬啊 眼光怎麼那麼差 她就在後面罵妳 我就不敢出來 一個人躲在更衣室裡面 後來我就看到那個郭平翔 就可能一邊走一邊上 跟那個妹妹講說 妳不要難過 其實我… 好妙喔 種鞋她就是為了她有目的 想要自己渡 妳那時候搖開進去開始 來 妳種鞋哪裡 我幫妳驅啊 幫妳驅債 這是險招耶 怎麼會拿這招來用 他們倆好適合一間喔 對 很精采耶 都整個晚上都不用睡了 哪有鬼 我比鬼可怕 我幫妳驅掉 她用打的是不是 有種驅魔方式是用打的 用揍的 驅魔 OK…厲害… 來 下一條… 下一條 被男性選為最喜歡的妹妹 遭到其他妹妹嫉妒怒罵 是 還會被怒罵誰啊 因為我第一次 對 就是我 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個來賓 男藝人 然後她要在節目上面 選出一個心目中最喜歡的妹妹 對 然後後來她就選了我 我也很驚訝她會選我 然後那時候選完之後 我就覺得很開心 妳該不會知道我在說誰吧 我不知道 妳怎麼那麼容易心虛啊 對 妳是什麼心做的 妳有撿到過滑袋的手機嗎 妳原來是她 沒有 我沒有 沒有啦 然後後來就是我到休息室 然後自己先換衣服 然後他們可能就還在下面 跟男明星合照 因為我很自卑 所以我就覺得先上來好了 我就接著妹妹們就一 就接二連三上來 然後就開始我就聽到有人就說 為什麼她會選你 我就選妳啊 那個男明星啊 對 有…她剛剛有說 不是 我說要問那個男明星是誰 她剛剛沒說 不會啦 可以說啦 對 因為那是節目啊… 那是節目啊… 對 妳知道了嘛 OK 她就在後面罵妳啊 我就不敢出來 我就一個人躲在更衣室裡面 等所有的人 對 我在更衣室裡面聽到 然後大家都罵 罵完了 她們不知道妳在裡面對不對 對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先上來 大家都還在跟她合照 然後她們就已經都散了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郭平昭 就可能一邊走一邊上來 然後就跟她一開始 本來要選的那個妹妹講說 妳不要難過啦 我那只是為了節目效果 其實我心裡就是選妳的這樣 她的朋友 沒有 這兩面做人 人難免會 面面俱到嘛 對 全部都是小朋友 總要選一個這節目效果 如果選了一個 下台總會安撫一下 對啦 合理… 她是偶像耶 應該是天秤座 是什麼 才會做這種事 人人好… 對 因為我本身就是天秤座 她就躲這附線啊 來…第五個 還有第五個 每次都裝不舒服躲過表演的主題 這好酷喔 這樣不舒服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會淘汰賽就不來 對 不然就是會突然在那邊哭就說 我今天身體很不舒服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跟工作人員說 你能不能幫我跟工作人員講說 我真的不舒服 有 她那時候就是這個路線 對… 我那時候最出名的是 長得像呂文婉 對 對… 對… 她現在比較不像 現在是長得像 阿優的呂文婉 沒有… I wanna play the game 太可愛了 有耶 有像娃娃姐耶 就是那時候 而且那時候很會學呂文婉 Kida Kida 有… 她以前剛好有過一個小新聞 好 但這一條是你要講的什麼 對啊… 對 就是有一個看似清純 溫柔婉約 眼睛大大的一個妹妹 然後她每一次就是到 我們最討厭的才藝表演的時候 她就會 沒有…跟妳是不同路線的 跟她是不同路線的 那個妹妹是真的看起來 超清純 對 你也知道的 你懂的 就是超清純 超清秀 然後看起來靜靜的 而且好像很好欺負 可是 第一袋綠茶 超綠茶 綠茶到不行 但是她在要才藝表演的時候 就會開始掉眼淚說 我身體不舒服 蛤 誰… 她就知道了 妳知道的東西全世界都知道了 她好像沒有跟她同一起錄過 她非常少的不動情 就利用這樣會躲就對了 對 會有點 要淘汰賽她還不來這樣 對 她就是真的是看起來那種 口弦體正直的那種女生 口弦體正直 是用在這裡嗎 就是因為 因為她看起來很清純 但是 不好說 就包裝與內容 對… OK 然後在她們那個黑社會妹妹的 這個過程裡面 她們有經常很多不一樣主題 對 有時候要比賽 有沒有妳們比較難忘的主題 有沒有… 難忘的應該就是很常被整吧 被…怎麼說 這是Everyday吧 真的 而且她們每次整的都是可能 就是隨便一個靈機移動 她們就做這個主題就整了 然後有一次也是 她好像是黑哥約我妹妹出去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私底下會約吃飯 就是下了節目以後 黑哥其實還是很照顧我們 然後有一次就跟我妹妹 約出去吃飯 然後她就想說 然後她們也是撲梗撲了超久 就先跟我妹妹出去吃飯 還故意打卡 然後拍照 然後後面有一集 還錄了一個節目 就是先拍照以後 她們隔幾天我們就要錄影 她們就特別還錄了一個節目 是要幫我妹增那個男友 就是那時候也會那種 就是幫妹妹增男友的那種 然後就找了三個男生 來節目上錄影 然後就叫我妹選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不是妹妹 那時候我是助教了 所以等於是我跟黑哥一起主持 那是第二 等於第二代妹妹 對…然後那一集就是 我是姐姐 然後我是助理主持 然後還要幫我妹妹增男友 結果那一集我妹居然說 她半個男生都看不上眼 然後製作人就在外面講說 就是要選一個 因為很尷尬 通常這種一定要在節目上選一個 誰會說沒有的 對 我妹就說沒有 她沒有喜歡的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想說完了… 然後黑哥就在講說 那不然妳講講看 妳喜歡的類型是什麼 然後我妹就在節目上說 我喜歡高的 然後黑的 要會打籃球的 然後那天我就覺得越不對勁 到底在講什麼 妳記得嗎 然後後面製作人就講說 黑哥就說好 那妳講的這些妳還是得選 後面那一集我妹就不選 然後製作人就說好 結束 然後我一結束 我就被製作人叫下去罵 然後想說妳妹到底在幹嘛 妳是姐姐 妳不會在上面叫她 隨便選一個嗎 我說有啊 我有偷偷跟她講選一個 但我妹就是死不選啊 後來就被叫下去罵 殊不知這過程都是在開始要整妳 在整妳 對 那很可怕耶 妳又一起在主持 而且她好容易推上來 可以當姐姐了 對 然後我都不知道 我還被罵 然後那一集主持完 我就想說我妹到底在幹嘛 好可怕喔 後來我就那一集還滿難過 後面就等著錄下一集 我們中間換場嘛 然後就到休息室的時候 我一下去我就看見黑哥跟我妹 因為黑哥那時候 在休息室有一個躺椅 對… 他就躺在上面 上面還會寫字說 別再跟我說再見忠祯二村 對 然後黑哥就躺在那 我就看我妹就蹲在那個躺椅旁邊 蹲在那邊錯氣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結果黑哥就跟我說 來 你過來 我就過去 他就拿了一封信給我 然後就丟到我身上 跟我說 妳看妳妹寫是什麼東西 就一看 對 連台下都還繼續整 天啊 整斷了就對了 我完全沒有發現是在整我 對 然後我看了以後我就超緊張 我想說完了 我妹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然後因為我妹就在旁邊 在那邊錯氣 我就說這是妳寫的嗎 然後瑤瑤就說對啊 我說妳為什麼會寫這個東西 然後瑤瑤就說 因為黑哥就對我很好啊 然後我就喜歡她 我怎麼知道會這樣什麼什麼 然後黑哥就說 妳看看妳妹妹這麼不檢點 妳要不要我把這個信給大家看 她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當下 嚇壞了嗎 我嚇壞了 然後但是我當下哭的時候 我就又看著妹妹 我想說她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她也哭了很可憐 我不能罵她 然後我又看著黑哥 我想說妳說什麼東西 妳要把那個信公開 她說要給大家看 結果就嚇壞了 我就罵黑哥 妳罵她 我就罵她說 她會這樣子也是妳的錯吧 妳一個主持人 然後讓妹妹這樣 妳難道會這樣子分不清 私底下約她什麼意思啊 我就罵她 結果工作人員好像也傻眼 因為他們沒想到我 所以她劇本大爪彎 對 她忘記妳是牡羊座了 對 我牡羊座 我就嚇壞了 我就罵 罵黑哥 然後後面 黑哥就是好像也傻眼 結果後面工作人員 又大哭邊哭邊罵 後面工作人員 才趕快把鏡頭拿出來 是整妳的啦 更崩潰 然後蛋糕推出來 沒有 沒有蛋糕 沒有蛋糕平常的整而已 就這樣 無聊的整 無聊的整 你們在裡面生活 日子不是特別好過 很長整… 很長整 我被整過 妳也被整過 我就跟瑤瑤一起被整 誰敢整妳啊 整什麼 黑人整我們兩個整我 就是黑人整我說 叫 就要叫我說去講黑人不好 不好的東西 所以把他弄到生氣 結果他就好像生氣起來 是 就這樣要我跟瑤瑤這樣做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麼做 然後那個黑人就開始發瘋 說你管 叫我滾 然後瑤瑤開始哭了 不行…我保他… 整個去的 我保他 不能叫他叫他滾 不能叫他 叫你滾 對… 結果後來我也嚇到了 後來發現是假的 我是被嚇壞了 妳也嚇壞了 嚇壞了 嚇壞了 嚇死我了 丫頭是妳做過電影 對 他們常常整盤要做電影 沒事做電影 而且在那之前是沒有做過電影 而且也不知道被電是什麼感覺 所以是沒 因為那個才17歲 你根本不懂 所以那時候我們玩遊戲 然後就坐在那個墊子上 然後前面人一打錯 然後我們都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個墊就拔開 就把我都噴飛了 整個人就飛出去耶 有一個是飛到 就整個往後倒了 是妳的 那是瑤瑤 那是瑤瑤啦 瑤瑤被一電咬整個駭客任務 對 因為她腿非常的強 就是整個人她還卡在椅子上面 可是已經整個人往後翻了 很強 因為那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 怎麼拿捏 對 他們以前好像不知道 有那個鈕 所以每一次都是最 趕快最強 然後有的時候我記得 因為我們都是穿這種短裙 然後我記得還有妹妹 就是一背墊 然後就聞到燒焦的味道 有肉的味道 真的 對 妳們是短裙耶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有看到 那個墊子上面還會這樣 然後就有火花 很誇張 所以後來妹妹就是都 會穿很多層褲子 好 安全褲褲超好 妳也行 來…小貝貝妳也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一個印象 有一個很深刻 那個是我剛好第一次去錄的 那一天的那一集 然後那一天是 因為就是妳新的入學生 就是會跟一些比較老鳥的一起 然後那個單元是真心幻覺情 然後我又不是很聰明 然後那時候跟Apple還有瑤瑤 然後我那一天就哭得很慘 因為就是Apple每一次都答題都答對 因為她是妙麗 她就超聰明 我以前在裡面算是聰明 對 非常聰明 妳講最聰明的 超扯的 超級聰明 我是小潔還是麻瓜 對…妳反而是聰明擔當 我是妙麗 然後就如果她就是答對的話 她就是可以分獎金給我們 如果我們沒有被分到 我們就要被懲罰 然後她就是會分給就是瑤瑤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被分到 我就一直吃苦瓜… 然後他們就是大黑人哥 會在旁邊就說 妳好可憐 大家都不喜歡 妳就會塑造這種 然後阿咪老師就會彈一些 很悲傷的音樂 以前就是阿咪老師 對 以前就是阿咪老師… 阿咪老師 阿咪老師應該一起過來做的 好可怕 好可怕喔 她就是她的女兒耶 對 長大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自己 怎麼那麼可憐 然後沒有朋友 然後就大哭 吃苦瓜吃到真的哭了 記得很深刻 非常深刻 可是妳有一個黑歷史是模仿 對 而且… 黑色會不為人知的過往 節目名稱令人疊破眼睛 飛機請了觀察出無奈上節目 而且很奇怪 就前面她還在教一些性知識 上一趴就挑到我們大家 在前面玩蘿蔔蹲 她還要教保險套使用方式 好 上一趴 我就是那個做示範 什麼啦 妳要去錄這個節目啦 那時候的節目型態就是比 看誰講話比較新朗 你們記得嗎 我沒有錄到 我沒有錄到 因為那是種古早 最早我從第一集在裡面 她第一集就在了 有啦 真的… 大家都不喜歡 就會塑造這種 然後阿咪老師就會彈一些 很悲傷的音樂 以前就是阿咪老師啊 以前就是阿咪老師… 阿咪老師應該一起過來做的 好可怕喔 真的是她的女兒耶 對啊 長大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自己 怎麼那麼可憐 然後沒有朋友 然後就大哭 吃苦瓜吃到真的哭了 記得很深刻 非常深刻 可是妳有一個黑歷史是模仿 對 而且我是跟Angela一起模仿的 因為我們是同班同學 然後我們就一起化很醜的妝 然後穿很好笑的衣服 然後跳很醜的舞 因為才會有反差 是… 然後就很 那時候我們自己跳都自己覺得說 怎麼這麼好笑 你記得嗎 記得 然後就是非常的爆笑 然後很醜 然後跳非常滑稽的舞 那也是一種特別的表演就對了 對 但是就是 現在看到就會覺得天啊 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怎麼自己會這樣子 不會 留下美好的回憶 對啊 也是一個挑戰 不然妳現在也做不出來啦 是啊… 對 人不輕狂往少年嘛 對不對 對 來 檸檬…妳呢 我印象最深刻當然就是 很可怕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就是 在裡面被封為創作 創作妹妹 對 創作才女 然後就是可能淘汰賽 就會表演自己的歌 或是自彈之唱 或是唱歌這樣 但有一次 因為我幾乎都唱歌 然後不然就帶樂團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之後當然就跟我講說 妳可不可以有一點變化 不一樣的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不然我彈吉他好了 但我吉他才剛學沒有很久 對 然後我就彈得哩哩喇喇 然後就瞬間就被淘汰了 一到那個舞台下 小雞就跟我講說 檸檬…妳明天就回來 明天我們什麼要錄復活賽 妳下禮拜就回來這樣子 所以今天淘汰明天復活賽 對 對 都不知道對我們觀眾來說 我們看淘汰賽真的會哭耶 對 然後又覺得怎麼會 他好不容易走到這邊 然後又要淘汰 可是突然下一週就會有覆口賽 觀眾會以為很久 因為播出會很久 很久之後才播出 其實我們很可憐 因為比如說一個月有四個禮拜 四個禮拜第一個淘汰 還有一個禮拜的準備時間 但是第四個禮拜被淘汰的 他隔天就要表演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不想 然後第四個禮拜被淘汰 超恐怖的 都沒有時間 而且衣服都還要自己做 自己做道具什麼的 對 是… 還好了解喔 超認真的 後來怎麼回來了 後來就參加復活賽 然後就唱了一首 就不彈吉他了 對 就唱了自己寫的一首歌 然後就回來了 還記得那個歌嗎 那時候唱的歌叫第三者 是站在一個小三的立場寫的歌 對 但不是我啦 就是一個朋友的故事 故事 先唱… 唱一下… 讓我回味一下 聽聽那個歌 輕唱一下 好 唱歌 也許我還是會就愛著你 但我不能陪你走下去 畢竟我不過是個別人幸福中的陰影 不該有我 我必須遠離 也許你和他不會有結局 但這份愛 終究是不非容許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我們好奇蹟屁哥到了 因為當初就是阿咪老師幫我們彈的 所以才妳跟那個一種回味有沒有 對 小刀也有一個 來… 小刀的故事都很瘋狂 因為那集真的很瘋狂 那集請了觀察除乃上節目 插月除乃 對…然後而且那集沒有播出 因為那是他最紅的時候 然後有請他一起 沒有播出 對 那集後來沒有播出 為什麼沒有播出 我已經忘記為什麼了 而且那集就很奇怪 就前面他也在教一些性知識 或是講述他如何到日本去拍A片 還有拍AV的過程 然後上一拍後面就挑到 我們大家在前面玩蘿蔔蹲 沒有 他還要教那個 保險套使用方式 好像有…印象中好像有 因為老了有點記不清楚了 我就是那個做示範 什麼啦 你哪有去錄這個節目啦 奇怪耶 沒有啦… 後來就來了結果沒有播啊 對 就沒有播了 你們記得嗎 我沒有錄 我好像沒有 因為那時候很古早 古早到就好像才 第一天開錄的 好像第二個禮拜在錄的 還是第三個禮拜的 我忘記了 可是他們都是班底 都是元老級的 怎麼可能沒有 怎麼可能 我都是最早的 我是最早 我從第一集在裡面 他第一集就在了 而且他早到那時候 那時候不叫我愛黑色 我那時候叫 歡迎光臨娃娃娃屋 有啦 真的 最早的名字 其實就是叫歡迎光臨娃娃屋 完全不知道 歡迎光臨娃娃屋 對 我這集也忘記了 對… 但是那時候的節目型態 都是前面大家會講 對不對 有的沒有的屁話 紅紅紅紅 然後後面上一段 大家就會開始玩遊戲 那時候的型態都是這樣 而且那時候的妹妹就是比 看誰講話比較辛辣 看誰嘴巴比較壞 都是在比這些 反而後面才改成這種 比較青春洋溢的模式 對 前面超不青春洋溢的 沒有 很多節目一開始錄 有都在try嘛 那個方向 後面找到一個方向 你看好的節目一做 也五年的時間 對啊 而且影響多青少年 沒錯… 對啊 來 Emma…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也是 就是那個錄一個節目 好像是搶答 然後那一集的處罰是吃辣 然後我忘記是吃辣椒還是吃蒜頭 總而言之就是 那一集我就是一直搶答錯誤 然後一直被處罰 然後吃很多很多的辣 然後辣到 我是很害怕吃辣 但是我就一直勉強吃這樣 對 然後印象很深刻 就是隔天上廁所的時候 整個 菊花啦 對 整個菊花完全的 非常的紅腫 太辣了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坐在馬桶上 邊上邊哭 就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個十六歲的少女 要接受這樣子的懲罰 對 可是那個時候 真的懲罰也都很殘忍 真的… 而且都是來真的 你們還沒碰過很恐怖的懲罰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懲罰 是把豬腦打成 打進果汁機 我記得 然後他就給我們喝 輸的就要喝 他就打了一些豬肝 豬腦 全部打碎 然後那一杯超臭的 熟的… 熟的啦 但還是很臭… 很可怕 最后吃不完的豬腦 是我全部把它吃掉的 因為我超愛吃 好可怕喔 其實這樣講是還牆牆很正常 是… 牆牆真的很正常 對啊… 不過我倒覺得牆牆還滿適合藝能界 對 妳怎麼後來沒有在藝能界裡面發展呢 不要再被警察抓了吧 沒有啊 我覺得我主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因為太多 我覺得很多東西要被拘束到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做自己是比較開心 妳很自由沒有錯 但是如果是進入到工作狀態 藝能界我也沒有任何演藝啊 唱歌我也不會 跳舞我也不會 每天淘汰賽 我就準備自己走下來 我就二選一一要… 那不把我淘汰 那能不能讓我如個願 我就覺得妳這一行看起來就很能唱 唱一下啦 妳隨便來一首我聽聽看 搞不好今天一唱 唱片公司老闆就聽到了 我進去還是因為唱歌 我給她亂唱唱進去 而且你看稱讚一下她就高興了 當時唱滿首 妳要的愛 來… 來一下… 藝能界我也沒有任何演藝啊 唱歌我也不會 跳舞我也不會 每天淘汰賽 我就準備自己走下來 我就二選一一要… 那不把我淘汰 那能不能讓我如個願 我就覺得妳這一行看起來就很能唱 唱一下啦 妳隨便來一首我聽聽看 搞不好今天一唱 唱片公司老闆就聽到了 我進去還是因為唱歌 我給她亂唱唱進去 你看稱讚一下她就高興了 當時唱哪一首 你要的愛 來… 來一下… 我怎麼只會唱副歌 副歌怎麼唱 副歌怎麼唱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有的愛 會把我宠懷 像一個小孩 只能在妳懷裡懷 妳有的愛 不只是依賴 要像個大男孩 風吹又日曬 愛生活自由自在 小孩 厲害… 我覺得她唱歌的那個姿態挺好的 對 人家是唱歌耶 中低音的 中低音 但我滿欣賞她可以做自己 對啊 她覺得我的人生我就這樣 我開心 對 其實很少女生有辦法這樣子耶 很自在的做自己 加油啊 好不好 找到自己人生的一個路好不好 對 結果這麼多年 都沒有一個結婚了 有快結婚的 快結婚 是嗎 是 幹嘛害羞 因為 就是還沒有真正的就是告訴大家 也算是有啦 就是 妳不是新聞都有報嗎 不是… 對 因為我還沒有跟我家人說 但是就是我們 對 新聞是有了 新聞都報了耶 家人沒有說妳這個 沒有…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家就是比較特別的是 像我跟我姊姊 我姊姊大我一輪 我們都是就是 我們家不太管我們的感情生活 你們喜歡開心就好 我們都是可以接受的 對 我媽媽的個性是那種 如果你一跟她說 她就會覺得 妳應該就是要結婚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 已經有定案了 才會跟她講這樣子 所以妳現在有定案了嗎 是 恭喜妳 恭喜… 太可愛了 黑色味妹妹妳懷念嗎 有沒有看到 好久不見 對啊 再次要謝謝她們的分享 沒位的好不好 前程式敬 謝謝她們 大家